23. 東方日報 跑道偏差變幻莫測 2015年7月15日馬經D04相信在絕大多數馬迷心目中 沙田草地B加爾跑道是一條偏差較大的跑道 內蕩前置型跑法的馬可佔優勢 然而在薩科日卻明顯出現連場外蕩後追馬得里的情形 令人費解 當日頭長一千八百米 第二長一千二百米 在長途及不同路程都見後賞馬有好演出 已可界定跑道並非傳統的B加爾 當時臨場提供或臨場投注可以調整策略 故馬迷門也許不太介意 但對我們來說則是較大的打擊 因為事前的計算要提供 變成要白費功夫兼且效果適得其反 舉一個例子 軍工對上一場在田草酒內蕩以勁勢追入第二 但以這匹馬跑法 在一千二百米秋十四蕩若是一組望空間口必定難於操控 移縮到最後來追在正常的B加爾蘭必不利發揮 故在提供時惟有割愛 若然早知賽道大利後賞 當然是另一回事 受影響人少難忘有改善在馬會的立場 最重要是保住跑道可以用足一跪 令賽事得以順利進行 這是重中之重 賽道有什麼偏差及偏差有多大 並非他們關心的問題 一般關心跑道形勢的馬迷可能在頭一兩場吃了那麼虧 亦可能選擇被開頭兩場代摸清了跑道形勢才出擊 對於跑道特性的變幻莫測亦未必太過反感 故此受影響最大的可能只是我們這群要在賽前作提供的平邁人 錯股跑道形勢往往是一致初 滿盤皆落索 正因為受影響的人少 且又不妨愛馬會的生意 再說下去大底也難以期望有什麼改善 誰直善 在進打? ! 段落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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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